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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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历16年之后 廖妈妈回想起儿子在两岁时候所发生的意外 到现在都还余悸犹存 又不是观世音菩萨在冥冥之中的庇佑 儿子金伦或许已经不在人世了 83年的一个夏天 那时候金伦大概是已经满两岁了 那就是在一个礼拜天的晚上 礼拜天晚上大概时间是晚上大概十点多 我已经准备旧情了 那我是带着她的妹妹 她的妹妹那个时候才六个多月 那所以我是带着妹妹在睡觉 那她在看电视 那在看电视的时候 因为我们房间的床是 比较靠近床 是靠近窗户的 那想说就是她在那边看电视 那我一直不理她 或者我就一直在睡觉 有时候是因为窗户 真的是要提醒 窗户没有装铁窗的危险 孩子就这样子活生生的 就是从三楼的窗户 然后因为没有支撑力 就她靠到那个纱窗 整个人就是往后我们讲 痘逃栽 痘逃栽的这样子 直接从三楼摔到一楼的地面 然后后来她就跟我说 她说妈妈 我昨天从那个房间窗户掉下来的时候 她说关心娘娘把我接住的 我说真的还是假的 她说对 她把我接住 然后我们从三楼是这样子 她把我接住之后 我是飘 她是飘下来的 然后把我放在地上 当时掉下去 那个时候我是在看录影带 我在看房顺级的录影带 然后 因为床上不好坐 我就坐上窗台 然后 靠着那个杀窗就 就只感觉到杀窗掉下去了 然后 就身体就慢慢往后行 也拉不回来 然后就这样掉下去了 后面 其实 印象还蛮淡 可是就大概只依稀记得 一个人抱着 然后 现在下一次起来的时候 大概就在医院门口 那个时候感觉有点像那个 阿婆常常带我来 庙参观的那个佛像 所以看到的时候就觉得 那是关心娘娘 拜拜爱台湾 是一个专门为了弘扬 全省圣灵公庙 与神佛显圣事迹的宗教节目 诚心邀请台湾全省 广大的公庙单位 共相盛举 透过我们拜拜爱台湾的 实地采访报道 弘扬各大祭祀渡人的 公坛林庙 见证有灵有圣的 先佛视线神机 欢迎全省各方 圣性大德来结善缘 敬请各位观众朋友锁定 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的晚上九点到十点 世界电视台 拜拜爱台湾 别落电话 028791-1585 028791-1585 028791-1585 敬请不吝点赞 吹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